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1年7月2日 星期五 中共百周年的大慶之祭 其實全世界都在關注中共的當態 西方國家一直以來對中國 是一個很大的誤會 有所謂擁抱紅貓派 也有很多美國的政客 或者是左膠 他們希望透過 使得中國的中產 階層增加 使得他們富裕了之後 就會進而追求民主 但是往往 中國的中產階級多了之後 反而 使得他們更加勇武這個政權 因為中國人 很多時候 專門倚靠政權為生 擁抱極權 他們 不在乎甚麼普世價值 對 這個 人民的 人權 自由 民主 法治 完全 一竅不通 其實這個 是因為外國對中國是有個很長期的誤解 為什麼 中共的著名的黨校教授 因為 流亡了美國 這個學者蔡霞 星期三 發表了一篇報告 一個中英相遇的文章 就是交給美國胡佛研究所的 文章指出 中國有 餓龍般的野心 但是適例來人 實質是指導苦 有很多因素是會導致 意想不到的局面 導致中共政權突然崩潰 美國應該有餘案去準備才對 當然 讀這篇文章之前 我們其實已經對中共 有很深刻的了解 而外國反而對中共是一點了解都沒有 因為他們 不明白中國人的民族性 中國人一直以來 也是有個問題 這個可能也是 我引述 這個叫做魏康 魏康說中國人只有兩種人 一種 是 做穩奴隸 第二種是想做奴隸 而求不得的人 我覺得他也很貼切地說出中國人 要不就做奴隸 要不就想做奴隸 要不就想做奴隸 求著想做奴隸 中國有所謂盛世 盛世 盛世 就是 中國人做穩奴隸 你乖乖地就成為政權 剝削的工具 剝削的對象 你乖乖地 向皇帝三夫萬歲 但是當戰亂的時候 當中國出現亂世 就是想做奴隸而求不得 例如在 魏晉南北朝 或者在五代十國 當時 每年打仗 每天打仗 每一天都有機會被攻城 每一天都有機會被屠城 城破之後 中國人 就會成為軍糧 因為由當時的五湖開始 他們所盜之處 尤其是胡人 就會把那個地方的百姓充當軍糧 脫掉他們的衣服 綁著他們 一條繩綁著他們的人 他們走 就好像趕身速地趕走 去到哪裏就捉到哪裏 一肚餓沒有東西吃 就把他們煮了來吃 這是中國歷史上一個最黑的事 所以中國人才有做奴隸而求不得 想做奴隸也沒得做的時候 就是 隨時面對死亡 所以中國人只有生存 而去到現在 即使是 二十一世紀的現在 中國人也是那種 好像 很卑微 只是能夠被他活著 在一種生口的狀態 我們在這篇讀了蔡霞的文章 然後我們再深入分析 其實美國對中國有甚麼誤解 在說之前 記得支持六部曲 按like 點擊廣告 建設新留言 社交媒體share 通擊五目 訂閱我們的Patreon 以及星期二日報後備頻道 月費贊助 蔡霞在長文之中分析說 過去半個世紀的接觸政策產生多重效益 一方面 這個接觸幫助中國人民擺脫貧困 走向世界 另外一方面 也使得中共的新極權統治快速崛起 因為有得錢 你 儲肥了他 他人民肥了就被他載割 他載割原人民 就用來更加加強他的統治 蔡霞在文章指出美國這個接觸性的政策相當天真 據他分析 中共利用美國 尤其是美國的基本心態 從中美恢復關係後從未改變過 無論從鄧小平的韜光養晦 到了習近平的底線思維 以及 更加他侵略傲慢的姿態 中共是隱藏著真正的目標和意圖 以便從美國獲得最大利益 蔡霞指出 很多人沒有意識到中共已經轉變為新極權主義 而不是威權主義 蔡霞以恐懼加意識形態加數位技術 控制系統 重新定義中共為高度政治的新極權 這個新極權具有不按常理 不講規則 不講誠信 難有正常預期性的敵手 最後分析 中美兩國 是不可避免地走向對峙 或者對抗 中共始終視美國為敵人 是因為中共一方面擔心政權被推翻 中共黨內反美是不容置疑的政治正確 另一方面 中共一直將消滅帝國主義解放全人類 將好奇插遍全球作為政治目標 其實 美國才是這樣的意思 美國才是希望解放全人類 習近平由於誤判國際形勢 東升西降 從而變得根據攻擊性 毫不隱瞞取代美國 但是中共的體制內工作三十多年的賽下認為 中國表現很強大 但卻充滿了矛盾和自我懷疑 這些特徵在習近平領導之下變得更加突出 我們也經常說 中共是子老虎 因為很多東西 基本上是不堪一擊的 以軍隊為例 為甚麼經常都強調能打仗 打勝仗 因為中共軍隊的升遷是靠貪污 靠舞弊 靠裙帶關係 靠私商壽壽升職 而不是靠你 拿了多久來戰機 訓練了多少 戰功 不是的 完全不是那一回事 中國的軍隊可以打仗嗎 可以 在天安門就可以打仗 在香港 這個 德庫道中就可以打仗 在黃大仙的農場道就可以打仗 打的目標是香港首無寸職的市民 又或者只有把傘的香港年青人 當他們面對真正有 有槍炮的敵人 他們也打不贏 對上一次打越南 他們是慘禍的 沒有打贏過越南人 最後選兵截仗死了很多人 中共根本就沒有試過打贏過一場 對外的勝仗 朝鮮戰爭推了過百萬的志願軍做了炮灰 勉強跟別人拉成平手 蔡霞繼續分析 中共 一方面內部高壓 一方面向外擴張 中共新極權有它的脆弱性 包括沒有辦法持續的經濟模式和高壓的債務 市場跟國家互相衝突的分配雙軌制 這是很重要的 真的很大衝突 浮誇的意識形態宣傳 不斷擴大的貧富懸殊 以及最高統治者為了承繼而進行的激烈內鬥和腐敗 蔡霞分析就像蘇聯和東歐共產政權突然跨台一樣 中共也面臨這樣的風險 他指出隨機性事件 觸犯的突然而瞬間的崩潰 幾乎無可避免地帶來中國內部的失聚混亂 這個將給中國外部的世界帶來嚴重的後果 所以美國是要清晰認識 充分應對的預案 華爾街報星期三報導了蔡霞的文章 這篇文章就寫著 北京正是利用建黨百年紀念這個契機 來慶祝習近平 令到中國成為一個 擁有強大軍事經濟能力的國家 一個值得自豪的國家 有些西方學者就像蔡霞一樣 在這個時候發表評論 指出習近平 的專制領導風格正將中國引到一個危險的方向 不單止如此 習近平是將中共帶去毀滅性的方向 因為他以為 西方世界被他激怒了 他以為西方病了 一病不起 由武漢肺炎 他以為他是唯一一個重新的人 其實他不知道美國已經痊癒了 他不知道英國已經痊癒了 數字圈染到英國美國很嚴重 他們的角力不行 一落千丈 他完全是 錯了 人家的國家底次很厚 人家的制度很優勝 我們再說回中共是不是會忽然倒台 其實中共 的統治脆弱 是 有機會好像蘇聯一樣突然倒台 當然現在中共的實力是比當年蘇聯的時候強很多 經濟方面更加強 但是軍事方面可以說是不堪一擊 中共的 戰鬥力 可以說是 面對美國 面對日本 甚至乎面對台灣 也沒有必勝的把握 尤其是面對日本一定會輸定 當然 日本戰鬥力十分強 他如果要跟俄國打多次 俄戰爭 我也認為是 日本會贏的 會戰勝俄國 中國怎樣跟日本打呢 不可能會贏的 先進科技 精準命中 絕對是可以 很快將中共的所有軍事設施摧毀 這些不用我們再說了 說到尋了 是一場上半場遊戲 結束中共 問題就是 其實現在全世界 我們之前分析過 現在美國和日本 其實是有一招可以叫做不戰而瘟人之兵 中共現在這樣炒作他們的民族主義情緒 其實只要你們承認台灣 中共就即時會有大暴動 因為他的民族 會即時發出一個問號 為什麼 我們的國家不是很強大的嗎 為什麼我們不出兵 修復台灣 問題是他們知道修復不了 為什麼修復不了 你解釋不了 你不是真的那麼強大 你要用很多方法向人民解釋 而你是不能解釋 當人民 面對一些 他們沒有辦法接受的事實的時候 他們就會造反 會暴動 這個是我的解讀 當然會不會出現呢 不敢說 是不是一定會出現呢 我覺得機會很大 所以 不用打仗 只是宣布 承認台灣 在台灣建交 美國 跟著日本跟隨 跟著英國 跟著歐盟 跟著五眼聯盟 我可以保證中國即時大亂 這一節時間 我們暫時說到這裡 拜拜 拜拜